大家好,这是Chenix,为大家带来Bloodborne,渲染诅咒的游戏开工视频 我们上一期呢,也是,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计划是准备再重新,就是在我们游戏开始这个地方 有一些,好像是类似于有一些平民之类的吧 我们也是到了新的,应该叫,这边可以看吗?这边,Casseter Ward 里面也是一个人,还是说是这个坟墓,应该是这边的这个教堂 里面有一个人也是说,让我们是可以把一些,我猜是平民吧 让他可以是输送到这个教堂中,好像类似于B-Nash的样子 这样我们这一期,这是我的一个计划 但是在Cass之前呢,我是突然想起来一个事儿啊 就是我们有一些的,就这边的手势,我是一直的没有使用过 可能是,或者说是没有给大家演示过吧 我是突然想起来,可能有些人会比较 可能会是比较好奇,这样都给他演示一下 还有一个座下 好像是原地打坐 这边呢,一个猎人的集结 这有点像台湾万岁,应该不是吧 这是我们之前得到的,然后还有一个挥手 挥手,我们看一下还有没有别的 应该是没了 这个座就是原地打坐,还是感觉挺有意思的 不过不太清楚我们原地打坐的时候被攻击会不会受到额外伤害之类的 类似于想起魔兽中,魔兽中你人物要是坐下的话,第一击是肯定会暴击的 不过这个我估计可能就是 比如说你PVP的时候,要是有多人PVP的话,要是想 就是比如说你要是想比较怎么说 就是类似于你比较友善吧 就是不想去二对一的话 你可比如说你后加入的人可以是坐下 然后去看着前面前面两个人先打 等前面人打完了以后我们第二个人再加入 可以可以这么做 或者说就是原地在那边 那边发呆去了 不过这些姿势也是随便给大家演示一下吧 因为我是觉得可能是因为这种游戏玩多了吧 可能有些东西我就是已经忽略了 并黑暗之人魂中那些手势我也是基本上不怎么用啊 就随便的得到一个新手势随便看一看 然后基本就把它抛在脑后了 但是刚才我起来后是发现 我们说是发现啊,就突然想起来 真的不太清楚是怎么想起来的 想起来可能是有些人会比较在意这些东西 那没有打到是吧 这还打不到 另外呢我也是突然有一个 你可以看这是我们的武器的L2的攻击啊 有时候我们就是直接是武器变形后 变形之前呢我们是需要我们的L2 是的也是射击 但是变形后呢由于是没法进行 变形后是由于是没法进行射击了 所以说它的重攻击 也会好像是也会可以变成一个横扫 这样就是更更加有用有用了 我看一下奔跑中可以接L2吗 好像并没有太大的效果 奔跑中接R2的话是会变成一个树P 以及脱离还是比较不错的 但这招呢我猜 进行AOE上还是很不错的 我知道我们现在等级比较高了 但是呢我依然是不太想去正面的面对这些敌人 顶多呢我就是跑到后面 先来一个偷袭 偷袭死两个 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像没有死哦 在这个上面人是走开了吧 我想先在这边把 就是把这个地区的人先清空啊 这样这边还有一个人 刚才想去进行一个跳跃攻击啊 结果我也是发现我们一直是没有 就是好像是没有就是攻击中啊 攻击中是就是我没有任何的韧性 或者说这叫韧性吗 还是叫 应该不叫韧性叫强忍吧 应该是 就是受到攻击后我们的我们会被打出硬直 还是不太清楚怎么能增加一下强忍 因为目前我打黑眼之魂还是很 我们就是基本上都是类似于是一个坦克型的build 然后去等于是去跟敌人是硬拼啊 这样自己血高什么的 这样容作性也是高一些 这样我这么大动静你还不理我 怎么再尝试一下 虽然说感觉这个敌人很强 那种感觉上我们也是比较 也是变强了不少 好像错了 应该是哪 哇 那是拿拿手枪的 哇 好像不是很厉害的样子 可能这种大型的敌人他们都特别的怕就是怕这个visceral attack 直接是打出硬直后我们直接接一个类似于后续的重弓箭 所以这边有什么东西吗 有点搞不懂哈 为什么什么都没有 好 这个点我 可能是初期我们是太就是没有升过级太弱了吧 现在升级后感觉这个人也是比较好打 但是我 我是猜想他可能会跟黑眼之魂中一些黑骑士差不多 插子后可能会掉一些 掉一些比较好的物品 但是貌似没有没有掉 这个无所谓了 这样我们这次来的目的就是去跟这些之前遇到的一些 就是城镇中的居民对话 看看能不能让他们给他们疏散到教堂 嗯 好像他不想走啊 他不想走的话先不理他了 这边好像有一个人吧 好像他也是 这个对话好像记得是没有变过啊 基本上都是不想理我们 这样这是两个人 还有肯定还有更多人啊 具体在哪里 我是暂时想不起来 但是在这之前呢 我记得好像我们要是往前走的话 大概走到这附近 这附近啊 好像是激活了一个 还有吗 咱们都死啊 我连机是出现了很 我连机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啊 我连机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啊 天哪 还有人吗 这地方真的是不能大呀 刚才我是连机 可以看我是一直在按L 就是L1键去进行武器变化 而没有R 就是L2键去进行攻击啊 这个是我的 这就确实我的问题 但是我也是刚刚的去 就其实在录这个视频之前 我是在就是在在练人梦境中啊 我是得是在随便的在使这个武器 在练习它的链技 算是等于是练的比较 等于说是R键的R1跟R2 这个链技算是练的比较熟练了 但是我是练在途中呢 突然发现我们的L2键也是可以进行练机的 所以说刚才是有点混乱 我一定要把这些整个武器的攻击动作 就是我要搞熟悉 知道我在武器攻击 比如说打完了这个攻击 我接L键的攻击 是能接出什么效果来 我是一定要搞清楚 因为有时候你搞不清楚 乱接的话很可能是 就是会会受到一些很严重的后果啊 这样 我基本上吧 这期视频啊 目的就是去找一些 我们在城镇中的类似于是一些平民 然后趁这个功夫呢 是正好可以去练习一下我武器的链技 好像没有小石子了 不是没有啊 是 这边好像是可以排序啊 但是这个排序是以什么方式 我是没有太搞懂 你好 怎么被 不太明白 为什么被远程的狙击手发现了 像这边有个物品我们先剪一剪 哎 这东西能打坏吗 可以打坏啊 这样还有远处是两个人 至少两个人 但是有一只狗啊 好像上面还有人啊 比我想象中人要多 没有耐力了 还是有点不太熟悉我武器的攻击啊 还是要再多打一打 这样我猜应该是没有人了 刚才怎么走不动 刚才怎么走不动 这样这个狗还是拿来给他引上来吧 我猜这地方应该是没有人了 我们接着往前走吧 这地区是 我只没有人 是没有更多的 就是可以对话的NPC啊 我猜应该是没有 嗯 前方好像是有一个 这个地方 I don't reckon you're from round here well you let down outside on a night of the hunt oh you poor poor thing 啊哈哈哈 我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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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 这样这个房间的人应该是 跟我没有兴趣啊 下边我知道可以有一个类似于是一个捷径可以走 但是我先选择不走了 这边呢保安几天先把血加满吧 这样慢慢的走过去 可以是应该是可以来一个 什么情况 他怎么知道的 我刚才是在走吧 刚才应该是在慢慢走 他应该听不见我的 这样这边我没有记错 还有一些乌鸦是吧 把这些乌鸦干掉 下边好像这个还有一个房子吧 可以看这个房子这个房子也是可以去 也是可以去对话的 这样那边是没有这边还有一个房子啊 哦这个好像是我们这个应该是我们就是之前我们任务信啊整个是他的母亲给他的项链的 所以我是给给找回来了 这样我是不太清楚究竟是不是应该给他 你好我是Santa 我不太清楚啊就是这个地方是我们留着更好呢还是说给他更好 这样我先 真的是不太清楚啊 真的是不太清楚啊 就是好像是一个特殊物品只有这么一种这么一种方式可以获得 是不是不太清楚啊 这样我 我经过思考后啊 我觉得还是给他了 因为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特殊任务线 假如说我们促进大义化没有发现这个NPC的话 我们应该也是可以获得这个雪石的 但是现在我们是等于是有了把这个雪石还给这个小女孩的这么一个选项 我觉得应该会 我猜应该是不错啊 San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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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我好像好像我现在有点后悔啊 刚刚才我的我的思考也不是特别的不是特别的好啊 可以说是 只是只顾顾顾顾顾顾顾到了自己的 其实不太对 刚才是只顾顾只顾顾顾AMjust 可以说是感受吗 可以说是感受嘛 没有想到这个应该这是小女孩的母亲 她直接是母亲要是跪掉了一个 这样等于是告诉了 相信是我们把这个 小女孩母亲的死讯 应该是告诉她 这个她应该也是比较难受 她是 我被清楚之后 她要是想开的话 会不会给我们一些好的东西 但是现在呢 估计是不太可能了 这样你 这对话应该是相同的 这样我估计就是不太可行 一个解毒药 这样好像是敌人发动攻击的时候 我们击中她好像是会受到更高的伤害 看113 她应该是在攻击动作中 受到伤害 好像是类似于是 类似于叫 应该叫反击伤害吧 在黑眼之魂中 我记得也有 一代中还有一个戒指 好像是可以增加反击时候的伤害 这样还有 哪个地方有NPC 肯定还有 因为我记得之前有一个 有一个地方是 大家有没有记得 有一只狗 一只狗在一直朝着一个房子叫 然后那个地方有一个NPC 我先能想起来的 他那边在走是直接是跑到下边下水道了 下水道中我是没有任何印象说是遇见过NPC 我记得那个NPC好像是可以从那边的 就是有很多狗龙的地方跳去吧 我从这个地方下去 小狗你好 还有这个武器的攻击范围非常的广啊 这样我觉得我先不上去了 这个上面也是不太好对付 下面有时候我们 哎不是这边啊 我们是把基本上把这个地方应该是捷径都已经解锁了 所以说想回来的话应该不是这么难 这只狗好直接出来了 怎么还有狗叫声 哪里还有狗吗 哪里还有狗吗 好像这边还有一只狗啊 不好意思把你忘记了 这边应该是我们正常来的道路吧 这边应该是正常来的道路啊 好像NPC应该是在前面 前面这个门 但是这边有一只狗 我是有点不太清楚 可以看刚才好像是狗打中了我们 然后我们把血又马上加了回来 我是看到这么一个效果啊 我是不太清楚 但是我们的武器像这种重攻击有没有 就是类似于是钢体效果 这种攻击有没有钢体效果 敌人打到我们会不会不出现硬直 是没有太搞懂 主要是有些像这种出不出硬直 我要是搞不懂的话 有时候就是直接是跟敌人应拼还是不太好的 但是我要是知道 比如说敌人下一攻击 肯定不会把我打出硬直 这样呢我有可能会选择去跟敌人应拼 但是我现在主要问题是 其实都不太清楚啊 究竟什么时候出硬直 什么时候会不会出硬直 是没有办法 这样这个人 第一个是告诉他去教堂 第二个应该是不告诉我 就是保留我们这个秘密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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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之前啊 是他说他是一个 他说什么 他是他是 是一个老人 说是 好像说是我们 猎人不尊敬他 然后他也是 感觉上很 很藐视我们的猎人 总之这个人的态度真的是 哎太太人 不爽了 我来这边 我先能想起来好像是上面有一个有个隐藏区啊 但是那个区好像是没有什么 但是我们好像是在那边遇见了一个猎人吧 遇见第一个猎人啊 可能是在某一个角落啊 我记得这个地方应该是没有别的别的地方了 这样还有没有其他的NPC可以去对话 我们现在想不起来啊 我估计 我觉得有可能有NPC的区域 就是我们 这边 就这附近 嗯 上面应该是从桥上掉下来的吧 这是从墙上掉下来 应该是没有NPC的 这边有两条路 这边是应该是回到那个屋子 这边是有一些拿板砖的地方 我们顺便给消灭掉吧 为什么后边的人先跑过来了 好像我们我们的重弓箭 刚才我他跳起来 他跳起来的第一击 我是利用这是L2 L2的重攻击等是给他好像把他的跳跃的都给打出硬直来啊 这把武器我也是感觉上还是非常不错的 唯一的缺点就是耐力消耗比较多 我估计我可能会 要去多 就是多去 就是多去加一些耐力 从而是防止我们耐力过多少 可以现在我们看我们的这个 蓄力攻击啊 还是直接是一管的耐力全部没了 真是不太清楚这个 这个攻击能消耗多少耐力 这样这里边还有几个人 随便给他干掉吧 随便给他干掉吧 好 什么都没有掉 别人是想去利用他们去刷一些 刷一些物品什么的 但是呢 其实我来这边转目的是想把这两个狼人杀了 像他们不会再掉下去啊 过来啊 好像每个攻击都能打出硬直啊 但是他们攻击后恢复硬直的速度也是很快 还没有死吗 我丢 我丢 我再丢 哇 我还丢 这是扔了多少个石头 居然被石头砸死了 好 好像是都死掉了 还有他们的尸体是没有掉下去 但是给的都是一些血瓶 嗯 这样呢我估计 是没有什么了 我是这附近的东西 好像是可以那么走啊 那边 那边有人吗 好像有人啊 我要清楚这边有没有人 这边有招式去下尾道的道路 但是有没有人我是记不太清楚了 应该是没有人 应该是没有人的 这个下尾道等于是两边 从这边的入口 还有另外一边就是 算是正常入口吧 我们都已经是探索完了 这边的东西应该是探索完全 我 我 我目前能想到的就是可以对话 MCA就这么多了 实在是想不到有其他地方的MCA 还可以继续对话了 我觉得 还其中也是有一个人 把他成功的送到了我们的教堂 我希望 这边应该是有狗的那个地方 我觉得基本上这一期的目的 也算是达到了吧 虽然说有些人不让 就是好像对我们的态度不太好啊 那么是有点不太明白 好像我们送走的那个人 好像是对我们态度最不好的 其他的人好像是 就是 他们是不信任我嘛 但是送走这个人是不但不信任我们 而且对我们态度也不太好 但是起码是给他送走了 好像这边还有一个MCA 你给忘了 啊 you needn't concern yourself with me I'm afraid I'm of little help now but before I did this 火焰 sprayer 就是喷火的东西 I make no use of it but perhaps you what afflicted me was incurable but this time gave me hope their strange blood bought me time I was most fortunate unharned by the plague of beasts I can even die human 啊 don't you 啊 啊 刚才这对话可能是没法重复了 他是也是好像 他貌似是 状况不太好 感觉是要挂的样子 但是他也说是 他提到的好像是 好像是以 人的一个形态死去 是不太清楚了 可以看这个城镇中 也是有很多的 很多敌人 比如下边这些人 他们就是 他们都是 他们都是 类似于是 感染了一些 瘟疫 然后变成了 感觉上是 人半人半野兽的样子 感觉是有点神志不清了 正是正在从这个人 正是正正在 变化到野兽图中 我猜 这个人好像也是不太 状况不太好 但给了我们一个 一个火焰噴射器 为什么用不了 好像是需要质量 RK要8点 我们现在只有6点 也是提到 这是Healing Church 一般则是 一些人用的 基本上我猜就是一个 火焰噴射器的东西 但是他也是要使用 我们的子弹 这个好不好使 我就 不太清楚了 好像火焰伤害是45 不是 好像也不是很高的样子 火炬之前好像是 拿他打了打敌人 貌似不是特别的 伤害不是很高啊 这个45估计也高不到哪去 而且是要飞子弹 我估计暂时我就不去 我可能先不去 就是不去理这个 缓噴射器了 因为毕竟现在是一个开荒 我要是把所有的 目前的属性点感觉上 不是特别的充裕 我想先把我的属性点加的 就是把我们人物先提升到 更强力之后 再去考虑一些其他的 武器的问题 现在的估计我就是全力去升级我这把斧头了 这刚才有没有得到武器碎片呢 我印象中是没有啊 貌似没有啊 还是只有五个 还差三个 这样怎么办 嗯 我觉得吧 下期我是提前跟大家 哎 好奇怪 我刚才没有想攻击的 可能是我手柄 手柄不太 就是碰到了吧 嗯 下期下期我估计我可能想去 farm一下东西 就是发明一下我们的武器啊 武器碎片 最后讲武器碎片就是武器 叫什么东西来的 血石碎片啊 想去把这个东西 farm一下 从而是升级 那下期东西我估计我会在 在整个这个视频标题中也是提到 就是整个是一期 发明东西大家不想看的话可以不用看了 嗯 估计也是这样吧 这一期的时间我看也是差不多了 就先记得这儿了 也是相当喜欢 这样我们下期见